大家好,我是老碗 这会状态特别不好 因为刚刚吐完 吐并不是因为喝酒喝多了 是因为食物中毒了 不是胃炎总停了 昨天晚上吃的 酸菜馅的饺子 不知道是吃多了还是什么原因 今早起来就特别难受 胃得特别特别不舒服 我以为过了一上午就能好 但是这会儿已经是下午1点35了 受不了,刚才吐了一下 吐出来还舒服点 就是这个房车旅行 关于吃这块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 还是得多注意 不能乱来 因为走的地方比较多 然后当地 是怎么吃 特别有些地方涉及到海鲜 会不会做 适不适合你 这些都是问题 我是 这次手中毒之后 我是觉得 可能有些玩房车的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但是他们没机会 跟更多的人说 所以 所以 我既然 有这些关注我 那我就说一下 希望大家在 房车路上 都平平安安的 健健康康康的 健健康康的 昨天这个事儿可能也怨我 吃的有点多 16个饺子 全让我给吃了 少吃点 可能也没事 这期视频也不打算拍太长 也没什么干活 就是告诉大家 在外面吃东西 加点小鲜 下个视频 你们就能看到 生了火火的我了 拜拜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